新一代求婚 絕對要救吳皮凡 最好驚天動地 黑骨銘心 今次我們訪問了三對情侶 看看她們怎樣為另一半 炮製一個難忘的世紀求婚 設計師阿景和太太Edor 在大學舞蹈學會認識 阿景就說求婚要用自己最擅長的事 終於她就想到撈爆人情卡 請了30個朋友 在街頭跳了一場快小舞 整場求婚只花了大約3萬元 主要的支出都是買戒指 其實我想做了一件事 我們是怎樣相識的 我給她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相識一齊 是因為跳舞有一種緣分 所以我就想藉著這件事 令她用回這個形式令她感動 令她覺得我們用力求婚 她都會很開心很感動 不懂跳舞都不要緊 可以請求婚顧問幫忙 策劃一場戲院求婚 做酒店業的阿Jack 和女朋友阿花拍了胎超過8年 今次在戲院包場求婚 連買戒指一共花了近10萬元 阿Jack覺得錢勢在求婚上 值得放在結婚擺酒上面 是求婚重要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求婚是我做給我的另一半 因為她是很深刻的 我相信會比較深刻的結婚 即是真正兩個人的事 是的 真的是我們的兩個人 或者是我們身邊的朋友 會知道的事 所以我覺得既然也是一次 那為什麼不搞得好一點呢 阿花又怎麼看呢 求婚的意思是你去求 就是要求你求你去嫁給他 那你也要有些誠意 就是不是那麼隨便 做這些事情 如果不想太膨張 二人世界簡簡單單地求婚 像Kenson一樣 花了1萬元找求婚統籌公司幫忙 在沙灘的一角簡單佈置之後 成功向女朋友求婚之後 再去到酒店享受燭光晚餐 求婚及婚禮統籌專家林志華說 求婚服務需求較4年前激增了7倍 現時的基本社費至少過萬元 平均大約花4萬元 她估計未來求婚服務需求有增無減 但有學者分析 特色求婚反映年輕人對求婚過程重視和高期望 未來求婚的支出將會更高 成為另一種經濟負擔 無論是用什麼方法 花多少錢求婚都好 最重要都是份誠意 兩個人覺得這個回憶可以一生回味就夠了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